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宿战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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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天后 夜山得以赢兴啊 随着地牢 以赢兴儿化起——石头态 接着地牢免 这个家规则 之后 因为尸 lloy 打欠以赢兴吗 一本学院 因为尖世补黄多地牢兴啊 蠢得来 上面频带人将起山回眼, 还不样浅等总先生! 他们在安适是一个津波范的进入中的越南越。 下面些过关bel tiger anvilcorikov techniques, 西诺咨尔 Пр庞德云, 了执本书,我们沟澳, 你在干克风风陵。 我们 effort与大富大销 down, 但我们想和北完全离开兵。 Alors,我们格 世界,世界,世界驿ARK, parce有ment原谨的照项 augment的 Kalau没有!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来发现 当当中之给贵家似书 当当太一行 祝能那么一年三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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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的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连二十一遍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照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能不能在下地上 我能不能在下地上 再建设下 我能不能在下地上 但我能在下地上 都在进化了 我能不能在下地上 从来到中生度 我能不能在下地上 我能不能在下地上 再建设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就是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些众生非常的放逸 所以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死亡是如是如是的恐怖 所以为了无常的身体 暂时虚幻不实的身体 亲自造了各种各样的罪业 所以他自己对自己有一种非常谦责之心 就认为我在人世当中 的确是没有好好地修持 所有的十方诸物菩萨 就是呼住呼住 你们一定要去救护我 就是说 我们出于一种放逸状态的窝囊 这一边大家也尽求 就是身体欲缘 我们这个身口欲始终都没有如理如法的修持 始终都是出于一种无有正知 正念 也没有好好修成的 每天都是散乱度日的一种状态 再就是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放逸 什么样的放逸呢 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 每天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没完没了的 然后说的一些话 也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毅力 心里的分别念 也没有什么价值的 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 恒恒恶恶当中 但实际上对自己来讲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他人来讲 也没有意义的 好多人 实际上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度过来的 那么我们这样的放逸的窝 以前根本不知道 所谓的死亡 如实的恐怖 每一个人知道 人终有一天死 这一件事 除了一些旁生以外 人都是会知道的 我终有一天肯定会死的 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决定性 但是在死的时候 倒是怎么样做 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恐怖 首先我们人死的时候 有四大分解 有剧烈的痛苦 这一点以前都是可能没有知道的 然而人死了以后 马上出现一些中阴的各种恐怖的景象 而且这一点 许许多多的人也是不知道的 然后经过中阴完了以后 如果造了恶业的这种人 他就马上下善恶趣 在善恶趣的这种漫长的苦痛 那我们一般来讲也是无法言说的 就非常的难受 极为难忍 那么如此如此痛苦的这种景象 这样悲惨的这种状况 我以前来讲 对这些事情是一无所知 为什么不知呢 一方面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的 处境的地理环境或者人文环境 都有一定的关系 再加上自己无始以来的无名愚痴 也有密切的这种关系 同时自己散乱于外境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 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看着今世 看着当下的 除了这个以外 对来世没有任何准备 对过去也没有任何总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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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比如说有些人今天犯了一些罪业 然后带到心肠上 带到心肠上的时候 那这个人是会恐怖万分的 应该说人从表情上看着 口感舌操 装目突出 脸目皆非等等 跟以前的人完全不相同的 这是我们世间的一些人 就是到了这样的心肠上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感觉 那这样你如果一辈子当中造了恶业 最后到了中阴界的时候 那中阴界确实有非常恐怖 面目真灵的一些阎落阅作 阎落阅作拿着各种兵器来 开始逼迫你的时候 那你就怎么会不害怕呢 肯定会是非常的害怕 那时候的痛苦 那时候的恐惧 就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意思 我以前看过一些判施行 亲自判施行 那斩起来的根本没办法 手脚全部都是贪乱 不能斩起来 有这种 当时他的整个心态 表情相当的可怜 一看一看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可怜 当然这样的心肠上 实际上是一辈子的一种判施行 但是如果你如是害怕的话 你到了中阴界的时候的恐怖 也是增加好几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中阴神的时候 一般中阴神的众生的 他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敏锐 又是脆弱 具体的脆弱 再加上阎落阅作 比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凄倍高 或者是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可怕 他们书上也是拿着可怕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兵器 然后口里面也是含着 一些正天动地的呼唤声 什么杀 打 等等 这样的话 这种残忍的场面 随着没有办法认受的 所以我们平时一个小小的出法 小小的一种判刑 你也是特别害怕 那这样的话 你真的人最后到了中阴界的 那个时候的这种残床 你怎么会是能忍受得了呢 就是根本不能忍受得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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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就是说 因为我们如果造了各种恶业 造了恶业在死亡的那个时候 谁能救护我啊 就是在那个时候谁能救护我 你看见如此中阴的这种境界 或者来受恶趣的恐怖啊 这些境界就是谁能救护的 然后死者出现各种恐怖的环境的时候 他就开始睁着眼睛 可以说睁开眼睛 然后就是往四方 双目突出 往四方的开始寻民一些救护者 那么他寻民怎么样寻民救护者的话呢 始终是找不到真正的一个救护者 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 你临死的时候呢 看你怎么样痛苦啊 怎么样伤心的话呢 死者也没有办法 然后别人也没有办法的 最后呢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的恶伤的 有恐怖有伤心啊 你真的已经到这个死的时候呢 不管是医生也好 家人也好 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办法 实际上我们有些人真的 罪业特别严重的 这种人在临死的时候呢 他特别不愿意死 就非常害怕 然后到处都寻找一些救护者 但是在哪里的时候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自己也是没办法逃脱危险 这样以后呢 最后心里就产生了极大的后悔心和恐怖心 还有呢就是有恶伤之心 就是同时这样 最后就无依无靠当中 也根本找不到任何虚枪 相当于是这个道理呢 在佛陀在《教王经》 就是《教解国王》的经典当中呢 也是有同样的教理 最后这个恐怖的言诺术呢 在你死者的周围围绕的时候 所谓的死者呢 就是根本不知怎么办 然后他针着双目在死方寻找救护者 结果死方都是找不到的时候 自己也实在是没办法得到救护者 然后不知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所谓的中阴神 人处于死亡 接近恐怖的时候 唯一的善法才能对他有救护的能力 唯一的善法救护的能力 其他任何所谓处和皈夷处都没有 其他的一些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教证 所以我们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候 人处于恐怖 处于中阴的阶段的时候最关键 那个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境界 对自己的修行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修行境界的话 到了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的害怕 《见光中央论》里面最后讲 佛陀的事业虽然是仁义之称的 无清作的人义之称的 但是没有因缘的众生也不可能度化的 比如说天王降下雨水 但是被火烧完的众子始终是没办法生起妙牙 同样的道理 没有因缘的众生即使说佛陀出世 也是不能度化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中阴神 还是现在的众生 最后要真正对佛陀和对三宝有信心 有了信心 我觉得不管是你出现在什么样的死亡 就是不会害怕的 这是我的事 其实不可能就有了信心 对我对远远的事 就会有很多按钮 但是我会想说去做争牙 到底是什么呢 我会想去做争牙 你会想去做争牙 但是我会想去做争牙 但是我会想去做争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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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皈依的对性分两个方面 皈依共同三宝和 皈依居远离之菩萨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颂诗当中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确实中阴是如是的可怕 来是是如是的恐怖 那么这些恐怖在世间上是有没有能救护的呢 没有的 前两天我们讲皈依 世间人通过各种方式来想逃避这种难关 但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无机于事 因此唯一的护主就是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他为一切众生 他成为一切众生的护主 那么佛陀以大慈大悲的心 精进地维护一切众生 他的能力跟其他的凡夫众生和菩萨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有能力除掉一切众生在今生来世的一切痛苦为绝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一定要皈依佛陀 从近期皈依 他这里近期皈依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这个佛法呢 就是当下立即就皈依 这个意思 他这里像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实际上注视众生的意乎 因为我们这个佛陀 不管是大乘也好 小乘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个宗派 所谓的佛陀是功德圆满的 所有的端正功德圆满的 世间上的任何仙人 或者是转能王 世间的偏王等等 任何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众生 都根本没办法与他比较的 他的每一份功德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为人 就无法相比较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是唯一的众生的护主 唯一的 他就是所谓的量世国 而且让众生得到 暂时究竟利益的护主者 而且所谓的护主 就是完全能救护众生的 这种救护并不是暂时 我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能救护 不是这样的 从轮回当中 完全获得解脱的 就获得这样的一种救护者 而且这种佛陀的大慈大悲 也是从发心一直到国为之间 他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罗的 当然在营地的时候 有一种清除的 然后到了国为的时候 是无情的 他是恒时报复 实际上是人云自成的 那么这样的佛陀 实际上 我们讲《入中论》的时候也讲了 比如说佛陀也了知 除非除等等 中共有十里 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等 许许多多的一些不共的这些功德 他才有能力 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这种痛苦可以解除的 除此之外 任何声闻缘觉都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什么都不觉着 唯一的救护者就是佛陀 我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过 佛陀的功德是圆满的 就是没有一个不能的 但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心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信心 那么佛陀不能解决 不能遣除的痛苦 任何事情也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以心意义地 皈依佛陀的话 那么这个人永远也是 不会堕入恶趣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何人皈依佛 永不堕恶趣 应该有这么一个教证 任何一个人如果皈依佛陀 永远也是不会堕入恶趣的 所以我们在临死的那个时候 能不能有一个我要皈依佛 世界上都是唯一的功德尊处 就是佛陀 如果在我们内心当中 真的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我们的恐惧 一切危惧 马上就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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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